标签之后,然后就是换这里的推键 这里两根定位,这两根销还有一个复标轮 如果你大的产品的话 你肯定就换这个总配的这个大的复标轮 小的产品跟这个都可以用这个小的轮子 换这个轮的话,就是把这上面三个螺丝双开就可以 松开上面螺丝,把上面这一块铝拿掉 拿掉之后,这个两个螺丝 两个顶住的螺丝把它松掉,就可以往上拿 拿出来之后,把这个放下去 这两个顶的螺丝把它顶住,顶住这根铁 顶住之后,把这块放回去就可以 放回去拧紧 然后放那根销的时候,看一下这个高度 把这个高度调到合适的位置 把这个高度调到合适的位置 就放在这里的时候 这样,拧松这个上面的螺丝 拧松一个可以点手动 里面有一个复标电机 点那个复标电机,转 这样,转过来 再松进一个 松掉之后可以上下移动 移到合适的位置 你把瓶子放在这里 然后你看你在那个位置中间就可以了 放在这里,然后这样,锁紧 两个锁紧 通电的时候不能用手转动 一定要用里面操作来转 然后把它锁紧 这边,这边的高度也是 通过摇这个上下 这个是上下的 把它摇到这个中间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的宽度你要调啊 它两边都有螺丝固定的 一边两个 把它松开 然后你可以这样 这样看 把它摇进去 这里有一个宽窄调节的 如果你没开气的话 可以直接 推这个气缸 就把它摇到最外面之后 推,推到了 快要接触到你的瓶子的时候 慢慢慢慢靠近 然后这个宽度 一般它就夹住瓶子 这两个 这里推出来一点 这样能夹,夹完瓶子就可以了 然后它那个倾斜度 这两根肘的倾斜度 要跟瓶子平行 这里看准的,这里平行 这一条方一定要均匀 然后把它锁紧 锁紧之后 就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把它锁紧之后 把它推进去 它能把瓶子 瓶到,顶到这个的最高点 就是这个 副标轮的这个正中间 这个最高点 这里 这个要打出去 就是你开的气 之后,点里面有一个定位器杆 点一大定位器杆 它打出去 刚好把你的瓶子夹好 夹住 用手转不动就可以了 这样夹住 这个位置就可以固定 把它锁 然后把它收回 这样 这样的时间 的 这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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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